有哪一些旺季有旺 相對它不是旺季 但有一些突出表現 我想重點是 剛剛這個蓮大哥講五月營的時候 叫基本面 那47檔秀出來叫技術面 那我們還少一個叫籌碼面 那我們來籌碼面宣布 籌碼面我們也看一下 然後操作面你自己 自己要去拿捏 停損停捏的怎麼樣 同課都幫你做了 對 幫你們選出來 可能是一些重點 但是怎麼樣去操作 當然我會特別點一下說 哪些機會可能比較大一點 那當然怎麼樣去搭作帳的腳 技體作帳有很多 他工作都分好了 我們也不知道 之後還就變這樣了 技體作帳有法輪作帳 大家最知道了 投信六頁買的 而且基本面還要好的 這兩個搭配起來 這些個股或許都會有一些 最新的機會 還有集團祭底的作帳 因為祭底不是每一季都會做 它是半年還有年底 這種集團的祭底作帳才會有機會 我想最近大家可以去留一下鴻海 神通集團最近神達 或者是聯強這些 好像都特別強勁 有一點在作帳的感覺 那泛中信集團 像中信金 開發金 其實外資也買不少 開始回來買 台塑集團修正整理之後 會不會有機會統一集團 我覺得祭底集團作帳 可能這些可能是一個焦點 那再來的下一張字卡裡面呢 或者是找外資五月賣的 六月回來買的 這個就是也是一個焦點 回心轉意了 現在外資整體是在賣招 個別股它是回心轉意的 或者是它繼續五月買 六月繼續買的 那個也是一個焦點 我想等一下都幫它分門別類 把它篩選出來 但是這個 端午節後要居高思維 因為有些做完帳了 對 這個條件的 對 這個條件 因為明天禮拜五嘛 下禮拜有四個教育 就是會有結帳 對 後面怕有結帳 當然不是全面性 但是你要 就稍微要戒心一點點 那最近應該都還OK 就是說因為時間還早嘛 還會先拉也去做帳 或許有些標地物 你這家投信也有 這家投信也有 搞不好互相 就是誰先殺誰先贏 這可能會有 所以我說居高思維 不代表一定會跌 但是一定要去稍微提防一下 那好啦 我們先看投信 你相信嗎 有抄入股基金的 入股基金的 它可以今年到現在賺一倍基金 然後這一季來賺七成 對 因為最近這一波是這樣上去的 而且他們入股基金 然後後面才 應該說今年才大爆發 去年其實入股再漲的時候沒有 因為後面才漲金龍股那大型的 他們基金很多 然後有些基金 大家比重說我入股佔幾層 港股佔幾層 台股裡面的佔幾層 所以都有不同的組成分子 對 所以節目上是 只要我錢等到 對… 你們應該會相信 選基金真的很重要 因為它的成分在哪邊 可能引發它的報酬率 所以你在挑的時候 你要買純一點的還是稍微沒那麼純的 純的 風險越分散 其實它報酬率爆發性就會比較小一點 這很正常 那我想這些呢 基底作帳的一些標的物呢 我幫它選出來 投信作帳 我把它分門別類了 當然很多啦 我挑一些大家比較當紅的個股 蘋果概念股裡面 其實最近還滿強的 紅筍也漲很多了 我覺得短期的均線能夠守穩 獲取有機會 這個這裡 它已經守穩 有機會在談 但是我覺得是一個 高檔的區間差價就好了 最近呢 因為漲很多上了 投信是買很多 那最近比較紅的是 6269的台郡 投信也買一堆嘛 那台郡今天還創高 那我覺得台郡的股價 這個頸線的位置點 你不要去失守的話 應該還是個偏多頭的架構 這是比較強的 比較強勢的 那同亨呢 是有回檔過 也買6月也買1500多張 我想有回檔過 回檔之後呢 能不能再往上拉 或許也是一樣 高檔的區間來操作 高點過不去 你可能就風高 那第一點不要破的話 你就不需要去停損的一個動作 還有一個呢 瓶蓋骨裡面 F-Polay 今天明天新聞報紙 大家參考來就知道了 它併掉了Cypress 這個網把觸控 電容式觸控的 晶片廠商給併下來 未來好像手機啦 各方面 它的業務拓展性就會很大 當然外資或是法人可不可以先認同它 我說實在我不是法人 我不知道他們的心理怎麼想 但是站在我的立場來看的話 應該長遠是對普瑞是加分的 人家一天到晚病我們的 我們總要病人家的嘛 所以它的機息也不是很高 我想短線上這種利多能不能激勵它 法人的認同度可不可以繼續下去 我想它也是一個焦點 F-Polay 那我想今天最大的事情 就是它併購人家了 那再來看除了平蓋主義 通訊相關的 那景德已經創新高了 就看看就好了 我們不需要那麼勇敢 3152姐都已經一天到晚創新高 我覺得買下去可能會睡不著假 這個可能會睡不著假 那比較低階一點的網通股 像全新的兆賀 我們來看看全新好了 那宏傑克漲那麼多了 全新的股價 其實它 你說它有漲嗎 有 幅度會很大嗎 好像也沒有 所以我覺得不排除洪傑克 如果再高檔的話 有一點補漲的味道 也有這個機會 再來看看 兆賀也是今天大漲上去的 頭信最近也在買 這個 它位階點都不是那麼高 最近才漲 所以我想短線上這個壓回來 比較剛開始起漲區的話 應該都還算安全了 那再來看 頭信作帳裡面 還有下一個字卡裡面 其他像 河瑞亞利奇 F毛連 A7最近都有 只是說這些 像河瑞亞利亞的頭信雖然買 但是有時候就是中間坡 盤中的坡洞很大 你心臟要稍微夠強一點 現在又10% 所以我是覺得 修正這邊或許有機會再上 但是最新頭信沒什麼買了 那會不會最後幾個禮拜 繼續加碼買進 這可能是加點 為什麼會回 因為最新的營收有掉下來一點 所以呢 報價 這個股價稍微做一個修正的力 但是你們看到 這個熟的都還蠻穩的 所以其實還是有支撐的 那再來看投信作帳以外 外資 外資的部分呢 這個有買的一些傳產股 我們來看一下 外資5月份賣的這些 賣比較多的 6月回來買的 像金融股裡面中信金 中石化 統一石 富橋 好啦 這些有些基期很低 中信金當然是金融股要動的話 它會有一些連動性 我覺得 未接點不是那麼高啦 慢慢墊高上去 它或許是金融股裡面一個指標 那夏天到了 統一石飲品的概念 統一石可以看一下 跌很深喔 有些外資回來買 現行其實不怎麼樣 最近還買 但是它是不是在這邊會阻底 基期比較低 或許大家去等它主體出來之後呢 你可以去考慮它 因為很多 我剛剛這種外資的篩選是 5月賣 把它現行賣得很醜 它是認錯回來買了 回來買 或許等它底部打出來 你可以去稍微留意 技術面也要參考一下 那外資逢低回補的電子股呢 有這些 有逸光啦 你看 5月中下旬賣不多 6月買很多回來 逸光 全新剛剛看過了對不對 創圍心全 這些都是買得比較多的 好啦 你說逸光的現行好不好看 很醜 真的很醜 還在破底 那能不能打底 因為它回心轉葉 如果它能底部打出來的話 或許就一個跌身反彈 但是你說就跌身反彈啦 因為上面均線壓力 或者是頸線壓力都很大 那像6104的創圍一樣 那我說你看這種行動 籌碼很OK 但是你看這種現行你會有興趣嗎 好像不大會有 但它最近確實回來買啦 這邊可不可以組個底小底 然後往上彈 或許就有一個機會 所以我給大家看這種籌碼面 如果能兼顧到技術面一起搭配在一起 假設業績也不錯的話 或許會有一些比較表現大的空間 還有一個更強的 就是外資5月這一段時間也買 6月也繼續買 但是股價沒有很高的歷程 有回過了 你看6239歷程 最近有沒有回 有回了 那回了 未接點不是很高 可能外資那麼親愛它 或許有機會 還有一個呢 台積電上去了對不對 世界先進 所以台積電賣世界先進 那外資回來買了 我們看一下 通常 對 回來買了 5月6月都這一段時間都要買 這邊會不會是相對的低點 開始有機會 開始會有機會 這是外資 再來看字卡裡面 那像林陽 杏邦 瑞儀 我想杏邦買的比較多 多少少有一點風力發電的概念 那最近拉一根之後再整理 這個也不排除 會有一些買盤的力道再往上推 包括了面板那麼慘 瑞儀不一定 它可能有蘋果的單子 6176的瑞儀 它也沒什麼漲 那也回來買了 也回來慢慢的買 所以之前4、5月 4月3、4月是賣很多 5、6月又開始買 所以我覺得這些 有法人照顧的一些個股 或許有機會 還有一個呢 我剛剛沒有講到 投信買也有買一些傳產股 搞不好這些傳產股 也有作帳 給大家簡介看一下 好 投信作帳裡面有一張 就是說買的傳產股 國橋核道 汽車零組件 這個核道已經 很多人問我說 夏可不可以買 如果你一兩年前看股市現場 就知道很多汽車零組件可以買 現在我叫你買我也不敢 你自己的技術 自己技術自己去拿捏 我說我也不鼓勵去追高 但是它的業績面各方面 或者是未來的想像性空間是比較大 所以節目要盯著看 好 常常都會有保 在下一檔 也是 所以我覺得說 位階點比較低 像國橋 這個投信在買 等一下我們會講塑膠股 為什麼 等一下我會講塑膠股的時候 給大家油價 為什麼 搞不好是一個保障也不一定 再來其他裡面 像食品股的價格 好吃 簽幅 你看一下這個現行 簽幅 對 或者是航太 它有航太看 最近好像有點潤氧的概念 之前都沒買 是不是有機會 包括了 這個價格 這個127的價格 也慢慢墊高 也是最近買的 所以我覺得這些不排除 這些傳散股也有可能 成為作章的機會 我想 從外資 從投信的角度 挑一些個別股 當然有些現行比較差 你等它主體再來考慮 有些漲太多了 就稍微居高思維一下 所以詳細的內容 跟操作的一些原則 都在非凡商量周刊當中 跟大家來追蹤 對 裡面都有 好 那當然我們也知道就是說 物聯網是以人為主體 拿著你的行動裝置 透過物聯網 不管是現在從居家 車用 就是未來的顯學 對 就是未來的顯學 所以大家都往這一塊走 但是最快速的就是車用 因為很多都可以連在一起 所以汽車零組件才會那麼強 OK 好 那另外一個環節 因為這一次蘋果開發商大會 開發者大會 也是透過是從家庭 還有車子這兩塊角度切入 對 那小米家好像要告訴大家 這個模式 不是 那今天有新品 我們來看看 到底如何來搭配物聯網 用手機就能操控床頭燈 變換黃色 紅色 藍色等等 多達1600萬種的顏色 中國這位手機大廠小米 10號再推指揮家庭新品 還亮相全新路由器 相機或手機裡的相片 影片 都能自動備份上雲端 透過電腦 電視遠端瀏覽 創辦人雷軍近期不斷釋出 智慧家庭新品 粉藍粉綠粉紅色冷氣排排站 小米和中國家電大廠美帝 合作的智慧冷氣正式開放公測 不只手機APP能操控 監看運作狀況 甚至連小米手環都能讓冷氣 在進家門時自動開啟 佩戴手環使用者入眠後 智慧冷氣也跟著進入睡眠狀態 我們做的產品也越來越精緻 在這裡我就不做廣告推銷了 我相信大家一定用過我們的一些產品 我們也一定有很多的產品 超過了國外的這些頂尖品牌的產品 小米積極研發新品要搶進海外市場 目前在智慧家庭領域已經推出包含小米電視 智慧空調小米空氣淨化器 智慧血壓劑體重劑等等 10項以上的產品 小米不只推新品還挖腳強將 雷軍在微博上宣布 前高通大中華區總裁王翔出任小米科技副總裁 開心亮出笑得合不龍嘴的合照 外界認為恐怕對聯發科造成排擠效應 因為小米可能是想深化和高通的合作關係 避免在走向國際化過程中 一直在專利問題上碰壁 小米持續鞏固實力 競爭對手蘋果卻踢到鐵板 蘋果在WWDC上推出的Apple Music還沒上市 就先被美國司法布丁上 因為Apple Music付費服務 涉嫌可能向唱片公司施壓 要求將旗下藝人的歌曲 從競爭對手Spotify YouTube等等 免費音樂串流服務撤走 手機大廠開發多元化領域 也要想盡辦法避開障礙 才能順利拓展版圖 記者楊寶貞 林秋強綜合報導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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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